国内治疗白巴权威资深的准型外科医师曹四斌 选在教师节这天成立了国际白巴中心 并把恩师罗慧夫的生日定为国际白巴日 期待延续老师用爱弥补精神 也藉由完成白巴治疗最后一里路 带给求治者更多的治疗希望 绿色代表我们知道是自然 白色是洁白洁净 自然跟洁净就是有新生重生的意味 白底绿色的logo就是IWSC国际白巴中心的主视觉 资深整形外科医师曹四斌选在教师节这一天 宣布成立国际白巴中心 不仅是缅怀施恩 让爱传承 更希望能将毕生智力纯恶劣治疗的恩师罗慧夫 他的生日定为国际白巴日 怀恋恩师对我们的爱戴 所以特别用教师节无碍无师 我爱他的更爱他的大爱的心 所以来传递这个爱的讯息 就是让他的用爱弥补 透过我们白巴的宣扬 可以让爱来传递 所以把他的生日定为国际白巴日 6月29号 延续老师罗慧夫用爱弥补的精神 承认高雄长根整形外科主任的曹四斌 近年来积极投入白巴治疗 其中白巴颜色在申诉在国际医学会发表论文时受到各方关注 求知者遍及海内外 而为了将医疗技术推向国际 曹医师决定在高雄成立国际白巴中心 带给更多病患治疗的希望 我们从台湾 而且是高雄也是他常来的地方 他不只是在台北 因为高雄长根医院 也是他一手来创立的 那我是说他栽培在高雄当任创业的第一任的主任 那么我有这样一个使命感 让他的爱从台湾的高雄再出发到全世界去 这样来回馈我的老师对我们的恩 曹医师透过全英文的演讲 把成立国际白巴中心的原委推向国际舞台 他除了完成医治白巴的最后一礼录 也呼吁遭逢低果的求知者 可以透过治疗重获新生 这最后一礼录 我就用我的白巴颜色在申诉 创新来把它完成的最后一礼录 让这个白色不见 这样子的话 从热烈的人的心就完全的释放 所以我的用爱弥补后面 我追随老师的爱的一个传递 我们叫做 用爱传承 对着镜头比重爱心 曹志斌期待延续罗慧夫院长用爱弥补的精神 将爱传承下去 也透过每年6月29号国际白巴日这一天 来纪念恩师一身行医奉献的精神 新高雄新闻前行中王思武采访报道 又会变成承